各位老师好 那我来说明一下我的 这次设计的这个课程的内容 来继续一下 那这个课程呢 就是把学生在学了赤壁腹之后 那我在那个学期末 因为学期末的课程 比较可以放进一些其他的练习 所以就想说 那我们来练练看 这个有关平衡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到高二 因为现在学生高二 那高二他们哀哀叫 就是课程也很忙 然后社团也很忙 然后每天那个 好像过着飞人的日子 所以很需要平衡 那我就在想说 其实每一个学科都可以学平衡 那国语文这一科 到底可以学什么呢 其实那个 我很喜欢王德威教授说的这个话 文学是以最精致的方式 把最简单的事情完全的复杂化 就是其他学科也谈平衡 但是我们国语文科 可不可以用更漂亮的 更精致的方式来谈呢 那如果用这个翻译名家 金胜华教授的话来讲 文文学其实是抒发感情 探究内心 反映真相 启迪性灵的最佳途径 所以如果谈平衡 在国语文的课程里面呢 心理平衡的这个部分 是很可以着力的 那刚好赤壁赋这篇 是非常适合来谈的 那它真的也是一篇好文章 所以想说 可不可以给它再运用 那所以我这个课程呢 主要核心素养是 系统思考与解决问题 那一题融物呢 会跟生命教育比较关系 那我的核心概念是平衡 学科本质呢 刚刚各位老师在这一堂课里面 可以看到就是 以知人论事为主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选择 视角表达观点来思辨分析 所以整个课程呢 如果就修炼平衡心法来说 我是把它分成了 如果就赤壁赋这篇 其实是可以得到 觉察资源 调整比重跟莫望初衷 这三个平衡心法 那这三个平衡心法 我分成四个单元来 一个一个引导学生 分别是这个单元一 人生修炼场 赤壁赋的平衡经验谈 那这个平衡经验谈 比较是有点像 结合他们的考题 一个是混合题的练习 一个是他们选择题的练习 那因为刚好在那个 谋篇的平衡里面 我选的那一篇 是在第二次断考里面 因为有选这个 简宗吴教授的一篇文章 他刚好在谈送负 所以借由他里面的观点 去延伸出 在谋篇上面文字 行文的时候 怎么样求平衡 这是有关负的特质 那再来第二个呢 双重素材的摘要 就是说我今天除了赤壁布之外 因为现在我们在考题上面 常常看到他会把一篇古文 跟那个现代相关的文章 结合在一起看 那我就在想说 那现代的文章之外 现代的影片其实也可以 甚至我们说 以综合来看的话 我们今天不看 就是在同一个线上 我们可以看 我今天用中文 那我用英文的 我可不可以结合在一起呢 所以我就选了澳洲的一个讲者 他讲的这个影片 然后请学人来做摘要 那再来第二个 单元二的典型在速习 就是今天课堂 整个演示的重点 从英才网自学 到人生思考题 然后到这个人生跑马灯 翻转人生 那他到下一节课 其实会带到的是谁最难平衡 然后接下来的单元三跟四呢 主要是从心灵悄悄板 这个是从学术情境 慢慢的去带到 学姐炖鸡汤的这个生活情境 也就是单元四的修行 在个人学姐的平衡心法 那在人生修炼场单元一呢 我带主要做的就是 第一个先设计个布格表单 然后让学生先思考 平衡的概念 我也可以顺便知道一下 他们对于平衡的感觉是什么 那比方说我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对你来说 过平衡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面貌 我想知道学生的期许 再第二个 那所谓的不平衡 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经验呢 再来第三个是 之前的某个课程 在讲莫子的时候 曾经让他们看过 韩非子的时候 让他们看过这个 我们需要谈谈不正义的这个 里面有提到自我定位 那前面我们今天课程前面有讲到自我期许 那我想知道一下学生有什么样的自我定位 然后在那个看完了之后呢 藉由段考试题的这篇文章 在让同学来看一下 负的这样的文体或是送负这样的文体 他有什么样的某篇方式 那这个是大致的带过 因为重点 这一堂课的重点还是在于 这个心理平衡的那个部分 所以进入第一个 第一节课就是平衡心法第一式 觉察资源 那就从赤壁部来看 苏是有什么跟没有什么 所以呢 那个如果刚就刚那个车敲本来讲 他的有什么就是 最后他在最后一段有讲到 无尽葬嘛 那这个无尽葬 或就他在第一段里面提到的 乐有好天气好景致好活动好朋友 那这一切的好合起来 其实是有的 那再来如果你说没有 当美人没有眷顾他 当这个时事或是豪杰拒亡以 这个感觉前面是无尽葬这里是无路用 所以就会背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求一个平衡了 那所以我在那个第一节课 其实是把这个TED影片合在一起 那合在一起怎么做呢 希望扩大资源 再来的话就是 我先统整一下讲者的观点 讲者在里面提到了他的四个观察 然后这四个观察 让那个同学确认一下 他影片有没有看懂 然后再来 他里面最重要其实就是讲一个 small things matter的这个体认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请他们试着摘要 但是呢 我希望这个摘要可以加一点难度 就是说 势必复根这篇文章合在一起 有共同的摘要怎么弄 所以我提供了他们九个关键词 让他们试着组织看看 那组织完了之后呢 其实我是要让他们试着来看这个 混合题 就是我把这个摘要变成了左边的这个 分成了五个来讲 那其实就是一个混合题的设计 那这个摘要是共同的 那其实我们在出混合题 也就是大致这样的出法 当他有共同的摘要 那右边的话呢 那个澳洲的讲者是怎么样推论 然后苏氏在前赤壁库里面 他有怎么推论 那这里面红色的地方 就是我之前挖空 请他们来填填看的 比方说他找到的调试的策略 因为是最重要的 我怎么平衡 所以这个澳洲的讲者是觉得 我怎么样用最小的投资 在适当的时机地点经营关系 这里面是讲到他跟小儿子的 那个相处时间 然后再来 那当然赤壁库里面是自己变者观之 自己不变者观之 那确立了什么样的价值呢 他在这里一个就是在讲成功的概念 什么叫做成功 那在赤壁库里面是得诗 你的得跟诗你怎么样去评断 所以他是可以呼应的 那再来进入第二个单元 就是刚刚课程主要的进度 那课堂活动1到4 是第二节课可以用的 那第三节课会进到谁最难平衡 谁最难平衡就是 我前面从人生跑马灯 单转人生让学生去复习他前面 在不同文本学到的人物 然后在这些人物呢 他都稍微在复习了一下之后 最后那个要让他来 就这9个人来看谁最难平衡 觉得最容易平衡 但最不容易平衡 然后如果要排成这个钻石的话 他怎么分 那这个其实就是可以去思考到 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 或是说我看重的是什么 再来在这个最难平衡的讨论完之后呢 其实希望他们各组 各组要能够派一个同学出来 就是你们这组最难平衡的那个人 你要代替他去说你 你为什么最难平衡 你的获选原因是什么 那同学听了之后可以回馈 那听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选出最难平衡的人物 那这个就是谁能吃到最后一块 布朗尼的这个座谈会 那因为当大家在饭厅吃完饭之后 最后剩下那块蛋糕 谁能得到呢 就每个人说一个故事 然后谁的故事最悲惨 这一块就给他了 那所以那只是说 这里面是换位思考了 那再来到第三个单元 修行在一个人如何求平衡 就是透过看文本 然后看影片 然后同学预先先看好 然后我们在课堂上面在讨论 那讨论主要是 这两位现代的作者去讲 怎么样自我定位 怎么样平衡心理 那当然在前面学赤壁副的时候 他们阅读过于秋雨的这篇三句笔记 先从苏东坡来看 他怎么样去转变 然后再来侯文勇的这个 幸福的秘诀就提到 到底你关切的是什么呢 一个人这一生里面 到底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在那个彭明辉的这一篇文章里面 那个安顿失常如常的恐惧 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方式 就是呢 当你对一件事情非常在意 你就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个B计划 比方说这个儿子怕考不上 那当然好的话是考上 考不上怎么办呢 他就来个B计划 比方说你考不上必须重考的话 那你在重考的准备这年 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去那个 我们想很久都没有办法去的 去日本旅游 然后那去日本旅游这件事情是 如果你考上 大概就没办法去 但你如果没考上的话可以去 那这样就可以平衡一下 其实我这两个我都不会吃亏 然后再来的话 进入平衡心法第三式 就莫忘初衷 莫忘初衷呢 这里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资源 比方说我在这个讲义里面提供的是 苏氏传里面的一小段内容 那当然那个各位老师 如果在网络上面找的话 包括像苏彻在写哥哥的这个慕志明 或是说苏氏之前写自己母亲 那其实他在儒氏道几个方面 其实对他来说都是他的资源 那这些资源里面都可以看到他的初衷 比方说他在苏氏传里面有提到 他对于庄子的侵慕 那母亲的话对他来说 是一个佛教的影响 那等等 或是说对于范康等等 那当然同学也可以再去看看 你还在其他资料可以看到苏氏的哪些自我定位 或是说他莫忘初衷的例子 那最后一个单元就是学姐的平衡心法 学姐要弄这个心灵悄悄板 前面人生跑马灯 你选了哪一个 你就要帮他来想怎么疗愈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个before跟after 本来的before是什么情况 那我帮他想解方 我怎么让他可以得到疗愈呢 那我就来看怎么如何平衡 这个平衡可以是他自己文章里面有的 也可以是我帮他想的一个现代的做法 那最后要带到学姐炖鸡汤 平衡心法暖暖包 那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从学术情境 带到了生活情境 那生活情境呢 因为他高二做了学姐了 通常这个学姐对学妹都会有一些照顾 那他就可以学姐经验谈 人生可能遇到什么样的不平衡 我怎么不平衡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成长 那我是希望这个成果是以简报 跟录音的方式呈现 因为他可以修改 可以弄到一个 因为学姐怕丢脸嘛 所以那我们就先用简报录音的方式 先组合在一起 然后放到这个云端上面 那同学可以互相听听看 给一些意见 也给一些肯定跟回馈 所以在这样的 整个一系列练习下面 其实回到一开始 我们说这个三个平衡心法 第一个觉察资源 就是罗斯福总统 美国罗斯福总统曾经讲过 我们都知道 这个Do what you can 就是我们都尽己所能 可是我们尽己所能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想想 你拥有什么 还有你在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这个仔细思考一下 还是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的 那那个也祝福各位 都可以过着自己期望的均衡生活 那我的说明就先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